近期筆者讚寫了多篇文章 都是讚揚香港政府的施政 但作為市民 亦是有言責指出政府政策中不妥善的地方 近日筆者的司機跟我說 哇!原來買居屋是可以禁敬升值價 在他口中得知一個長沙灣海樂園的個案 聽說是以百萬元多買入 然後五百萬元左右賣出 我沒有去求證這個個案 但是這個現象我們也可以在天水為平恩怨看 例如買入價是一百九十萬元有找 在幾年之後價格倍升賣出約四百萬元 很多人不知道原因 不者認為這是香港政府需要留意的現象 而傳媒亦聚焦在申請人的買入資格上 我同意有關的現象 但認為在流程上出現了分配偏頗 令到好的策略不能夠達到一個好的分配 首先 不者要強調白居而是一個上好的政策 即是讓白表人士 進入免保地價的居屋第二市場 這是我們率先提倡的 當然 也包括陸表人士 以公屋為主的合資格人士 進入居屋第二市場作免保地價 轉讓是可以增加轉流率 陸表人士透過交出公屋換得置業機會 而衍生轉流率 有些人認為是一加一減其實沒有解決到供應 不者曾聽到一些高官這樣說 感到提兆皆非的 反映很多官員在轉流率上沒有正確的概念 其表面只是一換一的轉流效應 很大機會是可以延續下去的 只要有一定百分比是換回二手樓的話 這正就是一個良性 而且替代了新供應的轉流 而前任特首及高官很多時 都覺得新居屋只要價格平一點 就可以讓多點市民受惠 其實這也是不對的 價格更平 只是令買到的人派彩更巨大 不能令買到的人增加 反而將入息上限放寬至6.6萬元 白表家庭申請者 令到申請的人多了 但買到的機會更微 現在白居易政策的情況 是將居易名額的購買力 完全集中在新落成的居屋 因為政府忽略了居屋第二市場 有很多舊的單位 由於超過原來30年的擔保期 所以往往只借到六成左右的按揭 即是說要支付四成首期 正因為較新的居屋就可以借九成 自然購買力就集中在新居屋 於是較新的居屋尺價接近1.1萬元 舊的居屋尺價則7000元左右 這是不公平的分配 很奇怪同樣的舊留在私樓市場裡面 都可以借到九成按揭 這是荒謬的 聽過不少官員說 超過了30年的擔保期 銀行都可以正常借貸的 但另一方面銀行會覺得沒有了擔保期 自然就會借少一些 誰是誰非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個矛盾市民自己是不可以解決 這個僵局是應該由公務員去急市民所急去解決 一直各在一旁 就形成了K營的結果 特首李家超是紀律部隊出身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不太屬金融及地產 不者認為這方面 特首要做一個李順將有關政策落地去解決民生問題 不應該製造這些人為錯誤 應給市民一個安居落業的機會 我以為